教导 我们再回到本文 这一段里头 教导我们 放下静 月 静是物质环境 月是人死环境 急是清静极灭 啪 我这个书上印的是害怕的啪 改过来了很好 应该是三点书 这个怕是停怕 我们的小船靠了码头了 叫停怕 我们的车 你看香港人就讲怕车 也停车场就怕车 这是停的意思 怕是停的意思 绝语 把欲望放下来 这个欲望 对人的欲望 对人情的欲望 对死的欲望 对环境的欲望 对环境 射口而止 决定不能忠愈 忠愈 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我看到 彭新医生 在青岛 这个企业家论坛里面的报告 他完全从中医的角度来看 他举了一个例子 一个年轻的企业家 三十多岁 得了重病 那么这个年轻企业家 在大陆上还是非常优秀的 国家选出来的尖端人才 事业很成功 很有钱 于是在生活上就放纵 他告诉彭新医生 好像是半年当中 换了三个女人 彭新告诉他 跟他争断的时候 重予过度 你得的这个病 是要命的病 没有办法救你 他给他开了药 告诉他 你真正想才能活下去 一年到两年 决定不能有方式 他不相信他的话 没着做 他就预计给他讲 如果你还是像以前一样重云 你六个月 可是你的两个腿会发麻 你这个较底会发凉 就是你较底是冷的 你这个腿是麻的 会有这种现象出现 结果他三个月之后 打电话 给彭医生 说你讲的这个真兆 我现在已经有了 怎么办 没法子 没救了 好像三十几岁就过世 那么这在佛法里面讲 恶惊人亡 他有寿命 应该是七八十岁的寿命 七八十岁那种佛报 正常去享受那种佛报 他三十年把它用光了 都知道习福 中国人家习福是太大的教会 真实的教会 在饮食方面 要借记 我们多古人的 这些典籍 我们看到范仲淹 他是一个贫穷出身 做到宰相 做到元帅 出将入相 我们应光大使 最佩服的 历史上两个人物 第一个是孔子 第二个是范仲淹 做那么大的官 国家给他的俸禄多 他养了三百多 这个贫寒的人 养三百多家了 办义序 自己的生活 一生都过着穷秀才的生活 尽量节省 帮助社会 真不容易 真的 实际上有相报 他的儿孙里面 好像有三个宰相 有一个御寺大夫 那是台湾这个职称来讲 宰相就是行政院长 御寺大夫就是监察院长 好像还有一个 做到省长 世世代代 一直到现在 范家代代都出人才 我在大陆上 他们这个家族 代表了我 我非常赞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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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一样 是 我非常赞他